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CP-4634-G129-256 当前在各自发现地接受监控 在可行的地点 已经已收用及格版密封 并安排永久性看守 任何情况下不得有任何文件 不管是ICP-4634或其他文件 从这些地点被移除 描述 ICP-4634是256个故障标签 所有个体由纸张构成 内容根据其所在地各异 若被贴在任何房间的门上 ICP-4634个体会瞬间改变自身 模仿成既有类似功能标签样式 若没有此类标签存在 个体会试图于周边环境中的地理 文化 概念 常态 保持一致 其确认这些资讯的方法 以及是否可能存在指挥 当前未知 个体会维持形态直到被用在其他入口上 任何入口处被贴附ICP-4634的房间 将丧失其原因具备的功能 此效应具体情况差异巨大 且是以一种准直觉性的内部逻辑来运作 使用多个ICP-4634对结果没有影响 ICP-4634造成的变化 会在标签从门上移除后立即恢复 把ICP-4634贴在单纯的门板上 或是通往外侧的门内侧 并无效果 参检附录2 附录1 测试记录节旋 房间 烹饪部测试厨房 7 号 效应 所有设备的机械部分熔断 无法使用 刀具弯曲歪折到无法辨认 所有固体工作台和砧板变得柔软 易变形且略有粘性 D-000014 在一小时后被带入该环境 携带大量生鲜食材 要求其准备餐点 然而所有可使用物质发生快速腐败 使其无法完成 房间 居住套房S90-R105 效应 床腿解体 床垫内弹簧伸展到穿透布料 书装台和衣柜全部坍塌 各个组件发生变形 使其无法被重装 灯具亮度增大三级且无法关闭 D-000014 被给予蒙眼布和保护性遮盖物 命令其在房间地板上睡觉 当其进入时 洒水器系统启动 喷出大量融化的铜液 房间 重装收容间 S90-A03 效应 收容间内容物立即向北一位65公尺 所有进入房间的物体都会发生类似疑味 房间 重装收容间 S90-A03 效应 展开更多测试 收容间被视作进行瞬间转移的潜在途径 以此目的进行的第一次测试由D-000014执行 在进入后 D-000014如预期向北一位64公尺 然而它的皮肤和神经系统却是向南一位64公尺 测试结束 SCP-4634被移除 房间 专门定制的房间 灭碗排用图 效应 测试无法进行 备注先128字 傅如尔 发现事故4634-002 目前发现的全部SCP-4634个体 最初都位于128个巨大石碑上 随即分布在地球表面各处 每个石碑上都有一个通往内饰的门 内无疑用途不明的石台 在每扇门背后都有写着畏惧语言的相同SCP-4634 由于依出这些个体起初并无影响 它们被顺利回收 于1994年6月12号 当地时间3点44分 SCP-4634-128 从未与普伊斯科海沟的石碑处取回 由内门上将其取下 随后几小时内 开始观察到大规模异常效应 包括 所有天体调整旋转轨道为垂直旋转轴 效应新带聚合成密度一致的环带 银科系内新体排列为矩形格杂图案 细化而物排列为蔓延数千公尺的六边形碎形图案 碳化而物排列为蔓延数百公尺的四边形碎形图案 多性气体凝固为低温晶体结构 所有自我复制化而物毁灭 所有生命随之死亡 由此造成的欧零级本体转转变情景 持续了未知的时间 之后又有128个SCP-4634个体 显现在额外的128个石碑上 所有变化恢复原状 在基准现实内没有发现此事件的证据 此处的资料是由特外监控制 和Deepwell设施获取 与每个星石碑一并出现的是若干被异常文件 其语言与最初的SCP-4634相同 但与异常对应题相比 书写似乎更潦草 和最初的SCP-4634个体一样 其内容尚未得到翻译 巡回SCP-4634的程序不久后终止 当前没有恢复计划 用宇宙整体保持无功能状态 必须为符合基金会的最大利益 以上就是SCP-4634 SCP-4634是256个故障标签 当贴在房间门外时 会让这间房间无法执行它原本的功能 SCP-4634原本是被贴在一些特殊石碑门的内部 因此影响的是石碑外的世界 当SCP-4634被基金会回收后 世界恢复正常功能 变得极为稳定规律 所有生命也因此死亡 在这发生后 在某个位置力量的影响下 128个石碑和SCP-4634再次出现 世界也恢复原样 那阿康等级是什么呢? 阿康级的异常是 收容所造成的损失过于巨大 而不应被收容的异常 收容这些异常通常没有好处 反而会带来更多伤亡 像是会攻击一界怪兽的异常飞行器 或是会帮忙打击犯罪的黑影 如果它没有办法顺利完成 附近地区的人 要阻止犯罪的概念就会消失 并且以每小时100公里扩张 最后会导致暴动的发生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自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出来的CP后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,拜拜